我想多些了解一下人的交流系统 即是我们的 circulatory system 或者叫clutch screen 捕鱼动物不能给你看就很难了 我们习惯了就找鱼 大家都有相似的地方来的 我们最容易看到血流的情况 就是在最薄和透明的地方 鱼身就不可以了 它们的fin 尤其是最大的tailfin 或者叫cordalfin 在这里只要压平它制服鱼 你就可以找个掩尾镜 这样就对焦在这里 你可愿看到里面有些血流的情况 记得保持鱼不要伤害它 记得用一些湿了水的棉花吸着它 这幅图都一样的 其实应该棉花够大 盖上鱼头 压住它 它会容易被制服鱼 和生长得久一点 但是记得我们做这些观察 有一个规则的 三分钟之内 就不愿意放回鳥鱼在水里 因为我们想观察 不是想要命 这很重要 如果你做完这些东西 理论上找个低能力 譬如说一百倍 大体上会看到这些东西 有几样东西要观察的 譬如说你在影像里面 分不分到三类型的血管 Caperia, Vein, Arctuary 大致上我们可以由几个 几个证据那里 就可以知道属于哪一类血管 大的动物是很难看的 我通常看的就是小动物 小症脈和微血管 有三个指标 你可以留意一下 第一个是里面的血流速率 另外就是它们的流动方向 另外就是它们的直径 外皮好,在底下 就可以猜到这三个证据 你可以猜到哪一类血管 那想要是鱼尾 鱼尾 鱼尾 理论上如果是动物 那它的血流 应该由身体 在這些位置 就流到尾的盡頭 屈個圈回頭 這個就是靜脈 這個動脈 顯微鏡下的觀察 大家要小心點 因為顯微鏡我們用光學顯微鏡 它有一個很大的缺陷 就是所有的影像 都是左右倒轉的 所謂Laterally Inverted 而且是上下倒轉的 就是上下倒轉 所以你明明看到那些血液 向這邊流 在乳尾上 就是你估計這樣流 但是我們看了出來 千萬不要逆同向 它的反方向這樣流回 這個觀察的時候要小心點 另外這三對血管 我們要怎麼分呢 有個概念 如果我們真的看到這個環節面 當然我們在這樣 這麼簡單的觀察 是做不到的 但是攪拌的概念 我經常說 那個動脈的管壁是比較厚一點的 靜脈是比較薄一點的 但是厚薄的 大家要留意 其實不是跟對面這條血管比 是自己跟自己比 這樣才比較準確一點的 什麼意思呢 這條是動脈 什麼叫管壁比較厚呢 我當這個 量出來是T thickness 這樣說 這個呢 量出來 這個是它的直徑 它的 diameter 所謂厚的意思 是自己跟自己比 我們拿個這樣的Ratio 我們拿個這樣的Ratio 這個數值在這裡 那如果是靜脈 瘋的話 照樣是這樣 這個T 這個呢 就是那個 diameter 這個D 這個是D D' 這個是T' 這個是T' 在靜脈那裡 照樣這樣計 看到自己跟自己比 那個數值 除出來有很大分別 這個應該數字大 這個很多 我們這樣的概念 去分那個所謂管壁的厚薄 還有那個所謂Lumen Lumen的直徑的大小 是自己跟自己比 這樣比較好 那另外微血管 不用說了 就是它旁邊 只不過是一堆 由那些細胞組成而已 那除以照計這個數值的話 照計這個比例的話 應該是很小的 應該是這樣 那另外裡面 剛剛夠一個紅血球過 這個橫切面裡面的一些數字 那一會兒 大家看看那個片段 我做給大家看 那就留意一下裡面的血流 哪條血管裡面的血流最快 哪條最慢 那還要估計屬於哪類型的血管 另外管壁 如果看到的話 都可以試一下計算一下 不過大家看到的 應該是橫切 應該是一個直徑面 那些血管這樣流過去 這個比較困難一點 用光合與微鏡 比較難觀察一點 另外預計一下 考考一下大家的電視ology 就是對於生理學的影響 就是對於乳 和它的血流生理學的認識 如果在途中 我是將一些凍水和暖水 淋到這個棉花裡 那我們觀察到 那個血流的速率會有什麼改變呢 凍水和暖水分開 每次分開 我們觀察一下 和普通水和游水的處理下 那個流速會有什麼分別 另外 有些可以玩到盡一點的 如果我們有adrenaline 這個腎上腺素 我們其實都可以滴下去 這些位置 看看它對血流有什麼影響 甚至我見過有些 有些心理學家 他用酒精去試 究竟酒精對血流的速度有什麼影響呢 大家可以估計一下 我沒有這麼片段 大家可以估計一下 根據你的學識的試試 想一想 好嗎 看看片段 大家可以看到血管 有些血管 有些血管 有些乳味的血管 大家可以看看 看不見哪個是動物 哪個是靜脈 你從流速可以看到出來 這裏是接近乳身的位置 最接近乳身的位置 在這些位置看 就最容易看到 血流 看不見靜脈 哪個靜脈 有動物 有靜脈 送魚鱗給你看 魚鱗也有連輪 看不見 理論上一段時間 要是生了一圈出來 嘗試不同的靜脈 或者不同的光 看看會不會看得清楚些 看不見靜脈 大靜脈走得很慢 看不見哪個血管走得最快 那條有機會是動脈 另外有些走得很慢 很窄的 那些應該是微血管 對焦它 看見很多不同的血管 看不見 現在接近乳尾比較盡頭的地方 更加容易在這裏 看不見 因為魚尾有厚度 所以不斷做專注 不同方向 看到 尾巴 幫我們的守則 記住 那條魚不能多留過3分鐘 不然會被刮到 我們不想殺魚 我們想看看 看看血流情況 看到很清楚 很清楚 遠遠看 那些血不是紅色的 因為那些血和細胞太少 很大堆走在一起 才能顯示到紅色 在魚尾盡頭 看有沒有那些回路 那些血流的回路 尾巴去到那裏 應該是溫轉頭的 看到嗎 那些血流的回路 看見 尾巴去到那裏 越近的魚身的位置 應該越大的血管 看到這些 那些大動脈 大靜脈 向著魚身走的應該是靜脈 離開魚身去向著魚尾 極端走的應該是動脈 由方向看出來 由左至右 向著魚掙扎 好 就這樣 和我自己看